你现在瘦不到 瘦到我觉得 原来你不认识了 不会不会 你也瘦了 我也瘦了 你也瘦了 真的 你也瘦了 我就真的是后来靠你给的那个 是吗 对 减肥的那个 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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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穿衣服 是不是号都会小很多 衣服倒还好 裤子小了很多 真的 真的 因为 其实衣服反而会往大了买 因为会结实嘛 对 但是你的裤腰会变小 你不光是就是少油少盐少糖 你是有运动的 有有得 一定要生命在运动 对吧 而且我看你跟大家说 就不要断碳水 千万不要断碳水 并不可以 其实不建议 就是我也 可以结实 对 一定可结实是肯定不可能的 然后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嘛 然后我只是知道 有一点就是 其实每一个物体 它存在的这个事业上 都是有用的 所以说我们人类应该去吸收均衡的营养 上升到哲学层面了 没有 没有 所以你当时是为了角色减的 对吧 对呀 不然谁要减肥 不为了颜值减吗 颜值 人一定会衰败的 但灵魂比较有吸引力吧 那你现在呢 现在就是一切有恢复到以前吗 没有 因为接下来的角色都需要受 和工作也都比较需要我受 有哪些能透露的工作吗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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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是带过可以吗 带什么 带过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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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 阳明立万 四海 然后 燃野少年的天空 对 燃野少年的天空和彭于唱 对 对 四海是跟 刘浩然 然后 阳明立万 有张本玉啊 柯达 然后大家 邓家家 杨浩宇 陈明浩老师 一块 然后 其实后面还会跟 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导演 而且编剧我觉得很棒 会合作 一部电影 一部剧 但是他们那些都是需要身材比较 得比现在还要瘦 所以 你之前是已经瘦了 得有个十斤不止吧 是吧 金属就无所谓 对 主要就行 但是肯定 肯定是不止的 嗯 这个主要身体还是跟角色走吧 因为你像 之前人胖 也是因为你 他 你得胖嘛 对 杨明立万是饰演一个什么角色来着 一个 有酒精依赖的编剧 哦 有酒精依赖 对 对 你是不是酒量还挺好 那模 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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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虚哦 凑 没事 成年人可以喝酒 就饮酒要适量 对 对 成年人可以喝酒 对 那后来那个燃野少年天空其实是在高考结束之后给所有的考生们送上的一份礼物吧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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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有什么话想对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们说 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们就是说大家就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吧 然后但是其实当然人生肯定有不如意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发挥的不好 或者复读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他没有去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第一的第一理想的这个学府 但是我就很非常的希望大家知道高考他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他不代表整个人生 今天来到微博电影之夜是有什么样的节目带给大家吗 没有 没有 就是 你该玩的 就看 就高兴凑热闹 沾沾喜气 那这次来一共要走多少个红毯这个大概有概念 我没有概念 就开心就好 沾沾喜气 对 因为上海电影节本来就是电影人的一个大聚会吗 嗯 对 很多平时见不到的朋友都见到了 今天会见到哪些好朋友 啊 徐正大哥啊 都是前辈 徐正大哥啊 然后黄晓明哥哥啊 浩然也会来 然后浩然啊 蕾蕾 吴蕾 不知道 不是不是雷子哥 马上我就去找 雷子哥 所以说 也是听你的粉丝说 就算是之后为了角色要减肥的话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好吗 很健康 非常的健康 我这顿顿的没落下 吃的都挺撑的 那现在颜值真的超高 没没没 和妆化的好 心里暗姿切斜 高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直都心里很有数 那今天也祝你玩的愉快 谢谢 谢谢